原来是来排练跳舞 最新一席的天字的声音三 周深和忽宴斌两人合作 整个表演很燃烧 最终也拿到了金曲荣誉 是不记得是放回到醉了 上海的欧洲飞 是必到变得没人的依偎 暗地里偷偷作祟 隐瞒谁 我心上一直言不悔 但今晚后你的笑臭醉 别情绪的恨罪 别争取的恨罪 不错将流碎 痴起无论为你同类 错对无所谓 也不需要你只会 错对无所谓 不需要你只会 错对无所谓 也不需要你只会 错对无所谓 不需要你只会 不需要你只言不悔 别情绪的恨罪 别争取的恨罪 我随之心无论为你同类 但两人确定合作之后 选歌的过程也挺梦幻的 这两人一个在编曲方面很有想法 一个对各种唱法游刃有余 用周深的话说 能选择的太多了 反而不知道要选什么 周深和灰燕斌 如果说是纯粹的玩音乐 这两人可以玩得很尽兴 但是周深还是想要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当周深提到网络攻击后 两人一拍即合 选择了贼这首歌 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多多少少或强烈或不强烈的遭受攻击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需要去把这首歌拿出来唱 万一有那么一个或者更多的人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 那有没有可能我这首歌可以告诉他 我能不能给到他力量呢 对于网络攻击这事 胡彦斌应该是深有体会 网友可能也对那事印象深刻 胡彦斌的前女友在节目里说了一句 上海男人挺好的 我搞不定上海男人 因为这句话 胡彦斌就被卷入了那个热搜里 一下子涌进了他的社交平台攻击他 说他蹭热度小气 最后胡彦斌被彻底激怒了 直接发文回怼 所以胡彦斌在表演完之后 说的那样的话应该是深有体会 我们鼓励大家有独立的思考 而不是不清楚状况的跟风 张口就来 你的一句话 可能会给另一个人带来严重的伤害 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 话语能毁掉一个人 影视作品里有 现实中也有 网络攻击的威力 早就用不少活生生的例子验证过了 可是大部分参与网报的人 在没看到最终结果的时候 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参与了 摧残了一个人 反而觉得自己就是正义的使者 当看到最坏的结果 他们也不会忏悔 仿佛事情没有发生过 继续参与下一场 但周山和胡彦斌选择贼这首歌 并不是简单的停留在控诉的层面 他们更希望被网报的人能活得更好 胡彦斌告诉大家 当你内心装不住了 你就释放出来 不要沉默 不要独自去忍受 那并不是你的错 就像他面对被前女友粉丝攻击时 他也不会保持沉默 如果说胡彦斌的态度是强势的反击 那么周深的态度则是温柔的力量 我们的自己身上的光亮 我们自己身上的阳光去盖掉那些物鱼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网络攻击的可怕之处在于 一时之间负能量铺天盖地而来 自信心可能瞬间就被击垮 对自己那种深深的不认同感 让人感到窒息 周深让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身上的光亮 这些光亮一定可以盖住掉那些乌云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这些东西足以值得我们好好去珍惜 不要因为那些负面的信息 而全盘否定我们的光亮 那是得不偿失 也许对一些人来说 在短时间内容易迷失 但也请努力去记住那些美好的东西 让那些光亮成为深入骨子里的东西 周深说过 因为零过雨 所以总想给别人撑伞 但更希望我们也能给自己撑好伞 不必去淋雨 我太开心了 你们可以把周深留给我 我太开心了 这次跟深深合作非常的开心 是因为我觉得深深在我深深的心里 其实她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谦虚 低调 非常有才华 和有思考能力的一个歌手 谢谢 谢谢 哎呀我的妈呀 我太忙了自己来了 因为我撑得太好了吧 我第一次听她唱一首 太吓了 你周深的表达太好了 把我内心想说的 没说出来的都说了 我觉得周深很敏感 但是我也想不出 要做你们园丁这句话呀 那你做个别的呗 我做那个厨头吧 周深的老师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能力 就是他们那个情感的转换力 就很多时候他可能 周深你不是也是吗 但是我总不能夸自己吧 很开心被称为歌星 但是他们两个今天面对面 丑人夺夺 那快点帮帮我 赵磊的确可以考虑一下毕丞 完了三票了 公式丑生 丑生以后啊 就做人要厚道 不要老抢别人的人 结果害了自己吧 你看 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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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我就去 有请周深 休开 想要元气满满 请用冬东阳光煎丑草 för 还有 sais Cheers it 对 对 o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